而这位叫曹春生的人 则是这些孩子们共同的家长 也是孩子们唯一的依靠 有一天曹春生在自己的胸前挂了一个牌子 孩子们平静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 那天早晨 我们看到那个爹地挂了那个牌子 就切那个纸条 切到胸前面 什么写 曹春生死了 后边也写曹春生死了 不要理我 尽管爸爸的身影仍然出现在孩子们的视野中 但是生活中的一切 孩子们将不得不独自面对了 那么曹春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么我不可能挂他一生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作为我自己感觉 当然那段时间身体也不是太好了 我觉得如果一旦我 如果说身体不允许的话 他又一次面临失去自己 这个亲人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呢 他能生存吗 或者他能够自己管自己吗 你看片子里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如果你们的爸妈也用这种方式来考验你们的话 你们觉得自己应付得了吗 有一些比较 我们俩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 或者说到成人以后 根本就 但是家长不让你做的事 举些最简单的例子吧 我可能也没 都从下手 像刚刚片子里的这些家长觉得 有的时候可能客观条件不允许 时间精力都来不及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曹春生是怎么做的 面对着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变化 孩子们感到了不习惯 比如说上厨房做一次饭吧 就是感觉到就是 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无处下手 那种感觉 就是饭都做了都是吸汤 小弟弟小妹妹 我还有一两岁的小残疾孩子 完了以后自己关门 自己插门 晚上关灯 自己这个中菜喂猪 尽管刚开始孩子们显得手忙脚乱 但是这并没有让曹春生放弃自己最初的想法 就是我们这些孩子 因为他和其他的一个社会上一些 这个有家庭那些孩子不太相同 他主要是这些孩子多数都是不同原因 失去父母或者是流浪等等吧 那么他今后面临他的是要有一个 能够自己生活这种能力 他才能够不给社会增加麻烦 他才能够这个正常的生活 经过一段艰难的适应阶段 孩子们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他们渐渐地习惯了这种 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 并且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实践中 发现了自己的能力 做起来以后 就觉得就是自己原来不是不能做 而且就是 而是自己以前就是没有去做 实际上做起来是很容易的 你看几个孩子真是挺能干的 生活做饭 那么多人的饭都做了 炒菜什么的 你们几位觉得 刚才这个 如果是让你们去做这些活的话 做得了做不了 我觉得如果真正把我逼到那一步 也可以做 好像有负面的这种作用 你们怎么看 从孩子现在 活动 对点首相将会见达赖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并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张启月说 中国政府对达赖问题的立场 是一贯的明确的 达赖是一个长期从事 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和地区的官方人士 以任何名义和形式 邀请和会见达赖 为达赖一伙的政治活动 提供场所 瑞芳不顾中方严正交涉 执意允许达赖赖赖活动 并提高对其接待规格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中央台记者报道 香港特区立法会 这个活自立能力 不是这么一个狭窄的概念 而且它还包含了很多 我们咨询的专家 专家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生活的能力 除了自理能力之外 那么还包括就是 学习能力 孩子的学习能力 与人交往的能力 另外呢就是 独自面对问题的时候 它的处理方法 的这种能力 曹春生让这些孩子们 时刻感觉到 儿童村就是一个 微缩的小社会 它除了让大家 具备一定的生活 自理能力以外 还要让他们掌握一定的 生存技能和技巧 而且曹春生还会经常 不失时机地考察孩子们 是否掌握 并且是否能够熟练地运用 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 这里头主要就是说 给他一种什么样环境 如果说你给他一种 教给他一种办法 比如说我说这种办法 就是学习的办法 你告诉他一种掌握知识 一种工具办法 比如说字典 词典 电脑 这个包括电子词典 这些东西 让交给他能够做 能够去在学习过程中 自己去运用去 那么他就 生存起来 应该是没困难的 你看他的这个方法 特别有意思 他是把生活和学习 特别紧的 结合到一块 曹伦生就是为了让这个孩子 就是检验一下 他们的公斤和千克这种换算 有一次就专门给他 分成几个小组 就是一个小组 可能五个人 然后让这五个人 来自己来拿他们 就来称他们自己 午饭要用的这种米数 米金数 然后他给规定了说 五个孩子 说你们今天午饭 就要称上二公斤 两公斤 换算就是比较大的 这样的孩子 然后来称这个米 那么还拿了一个巨大的盆 就跑到那个 称米的地方去 可能呈现一些米 其中有一个孩子 他就是根本搞不清楚 这公斤和千克是如何换算的 然后他就成了一小撮 觉得说这就是两公斤 我够了 那我就拿回去吧 他就端着大盆回来了 结果这顿午饭 这五个孩子 就没吃成米饭 喝的全部都是吸汤 他就给他一个现实的教训 所以孩子他下去之后 他因为受到这种刺激了 那下次他肯定就会 把千克和公斤 要仔仔细细算个清楚了 那怎么才是对的 促进他学习了 用这种方式吧 刻意在这方面培养孩子 这种自学的能力 那我们呢也是 记者在首都机场海关仓库看到 机场工作人员 正在清点鸟的品种和数量 据介绍 这批截获的野生鸟雀 有红嘴香丝 金翅雀等 都是国家严禁出口的 二级野生保护动物 分别产自四川 湖南甘肃等地 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站 是在街道群众举报后 迅速与首都机场海关联系 并成功截获这批走私鸟的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上 记献策 不一定这方法特别适用于每个家长 但是也是一种有益的参考 另外呢 我们就是 抗议大雨汽车公司 有可能被外国公司收购 抗议者手持标语牌 呼喊口号 要求外国公司滚出去 抗议者在试图冲进展览会场时 与防暴警察发生了冲突 昨天早些时候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 史密斯表示 通用汽车公司可能收购大雨公司 通用汽车公司是大雨的主要投标者之一 由于 那么我想东方希望儿童村的孩子的生活背景 和我们绝大多数孩子的生活背景 是特别不一样的 那么曹春生的办法呢 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家长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想给各位家长朋友提个醒 总有一天孩子要独立的面对自己的生活 要独立的面对社会 那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呢 能够让社会满意 让您满意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中